每天晚上都一定要有沟通 一定要讨论 把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在review 大家心平气都讲 所以明天再发生这个事情 怎么办 没有标准答案怎么办 但如果经过两个人 好好讨论过的话 就是到准答案 共同的答案 一方面两个感情又可以增加 二方面 你不仅是处理 那个再度发生的问题 而且两个人已经有一个默契 可以建立什么 就是所谓问题的解决模式 那问题解决模式 在一个家庭变动的时候 或是不安的时候 就是靠这个解决模式来处理 有那个模式就会比较利益 比较安全的地步